大家好,歡迎回到財經安宇宙 只要想不到沒有,不知道 這一支影片是最近比較少看影片的 我很少突然想要拍一些話想要跟大家講 今天東航的一個班機突然下午的時候 我知道還是晚上的時候掉下來了 然後在廣西無洲那邊墜毀 那我第一時間就發了一個感言 那這些事情我現在還在調查 但是我想要在這邊藉此機會 跟兩岸的所有觀眾講一件事情就是 不管你是哪裡人 你是贊同中共,你是贊同中華民國 或是你是在這個你認同的是美國的價值觀 但首先最近兩年是一個非常不安穩 非常災禍頻傳的時間點 我不知道很多人的言論在發表之前 他們在經歷過什麼樣的思考跟內心的轉折,歷程 你要知道我們在做為中國人,台灣人,什麼哪裡人,什麼省的,什麼香港人,美國人,不管 但是首先,你得先是一個人 我今天發了一個言就是說 我祝願所有的這個東航的乘客跟機組人員 一些安好,然後希望他們都成功獲酒生還 下面還是可以噴 不理解這個邏輯是怎麼來的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祝願 我覺得這個是過往的這幾年 尤其這兩年的疫情 跟這些災禍頻人的這個時代的歷程當中 尤其是大陸的社會整體都非常的動盪 然後有很多的這個疫情啊,然後核酸檢測啊,然後封鎖啊,台灣也是啊,香港也是 香港最近聽說連收斂房都不夠用啊 然後根本不用講說什麼火災啊,什麼亂七八糟 我們在作為那個地區的那個國家的那個政府的國民之前 我們先是一個人好啊 為什麼一件事情在很簡單的祝願可以搞得這麼複雜呢 難不成我們就不能夠作為一個人類 為另外一個人類跟另外一群人類的幸福跟快樂 還有,呃,美好 做一個很簡單的祝願嗎 我就希望他過得好,不可以嗎 我相信可以了吧 如果我做得到你就做得到 我應該是一個人類嘛,你也是吧 你應該不是外星人嘛,對不對 那我不懂這些人他在那邊憤怒到底在憤怒什麼東西 要比憤怒 雖然不會比在座任何一個人更感受不到 我是一個非常憤怒的人 你應該感覺出來 我在很多的言論裡面都藏了深深的很豐厚的怒氣 但是如果說我一個接近阿修羅這種怒氣的人都可以靜下來 然後為另外一批人他們可能遭遇的劫難遭遇的災禍 我只是做一個人類希望他們過得更好的話 在螢幕前面的你 能不能也身為一個人類做到同樣的事情 我相信你覺得做得到的 好不好 我們今天不要再分別對岸跟誰是誰了 那不重點,重點是你是一個人類 我也是一個人類 我們希望對方過得更幸福 過得更美好 過得更好的有希望的未來 如此而已 後續我會再針對東航這一次的事件 再做一些研究 然後再拍影片 但是 在此 再次住院阿 東航這一次這個 2022年的3月21號的這次空難呢 所有人 我希望要有奇蹟 我想要有奇蹟 這些人能夠 呃 完好的 回到他們家人的懷抱